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IT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网站开发呼狗 这个是号称史上最快的建立网站的工具 或是说是一个框架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我就给您介绍一下 号称史上最快的建站工具呼狗的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首先说这个工具 它是用什么编写的呢 它是用现在最流行 或者说是比较流行的构语言编写的 好 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官网吧 稍等啊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这个构语言突然间流行起来啊 大家请看 这就是它的官网 这个咱不翻译啊 看做得非常简洁对吧 这个官网呢 它就是用呼狗框架框架出来的 请看非常的不错啊 而且它框架的是静态网站 对不对 静态网站有一个什么好处 速度比较快 对吧 OK 这是它的官网啊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好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接下来 我就给您讲一讲 这个工具最基本的使用方法怎么做 首先咱们需要在Linux下 一般这个工具我是装在Linux下 因为咱们这个做服务器 一般都是用Linux做服务器嘛 对不对 我这次要通过Linux下的一个Blu包进行安装 Blu包怎么用 我前一段时间吧 做过一个这个课程 给您专门讲解Linux下 如何使用Blu的包管的管理器 有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好 那咱们先少续 我现在给您准备了一个Linux 在这个下面已经安装好了Blu包 咱们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已经安装好了这个包管理器 那接下来怎么用 我就用这个Blu包管理器进行安装Hugo 好 那咱们就试一下 马上开始 怎么装 大家请看 就这一行命令Blu install Hugo就能够安装这个包 咱们试一下 我先清一下屏 Go 正在安装 然后我选用的这个Ubuntu是18的LTS版本 小版本是4.03 应该是现在的最新版本 正在更新HomeBlu HomeBlu就是这个Blu工具 这个Blu工具 我在上个视频给您介绍过 它主要是用于这个Mac的系统 不过Linux也可以使用 正在安装 它现在是下载原代码 然后安装成功 没有问题吧 安装成功之后 咱们怎么确认一下咱们是否安装成功呢 打印这个Hugo Help进行观看 我还是先清一下屏 好 注意看 安装成功对吧 命令行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对不对 接下来咱们先看它的一个具体的信息 我再清一下屏 环境版本号 大家请看 咱们现在用的是购语言 1.13.3 然后咱们用的 这是我整个系统框架 然后咱们使用的是一个Hugo静态网站生成器 用的版本是0.59.1 这是当前的最新版本 好不好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准备要安装咯 怎么安装 使用步骤 课件中我都给您写出来 咱们一个试一下 有朋友说 我想自己弄一个网站 但是我又嫌麻烦 您就可以用这个工具 对不对 好 试试 试试 咱们建立一个网站 这就写错了 建立一个 不是一个 好 试一试 怎么用 大家请看 Hugo空格new new什么 new一个site 然后空格跟上咱们的web目录名 咱们就叫做myweb 好不好 试一下 go 安装完成 好 咱们看一下 出来了吧 进入 这是默认给他们生成的一个网站的股价结构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怎么做 咱们需要去编一下他默认的config设置文件 扩展名有点奇怪 2mail 是吧 好 咱们试一试 这个文件里面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咱们这个网站默认需要的哪些信息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配置 好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我的网站配置成这个URL 以后我可能就要往这个URL下去发布我的网站 好不好 然后咱们配成中文 有标题叫做这个小马技术站 可以吧 当然了 这个文件下 有很多的多如牛毛的配置选项 您不要着急 一会儿给您说 怎么看啊 好 我把这三个替换掉 替换成我的这三个行不行 当然我还可以在这加更多的配置项 咱们暂时不加 存盘退出 好 退出来之后 清下屏 然后大家请看 我可以执行这个命令 Hugo Configure 来看一下 我刚才的这三个选项 是不是配置成功 同时我还能够看一下 我还能够配置哪些个其他选项 通过这个Hugo Configure 就能够办到 好 咱们试一试啊 空口无评 马上看 Go 大家请看 咱们可以设置这么多内容 其中像这个Title啊 对不对 像刚才咱们设的这些个 语言呢 我看语言在什么地方 语言呢 都能够看到 对吧 包括咱们开始设的这个URL 都能够看到 当然了 他还有这么多多如牛毛的选项 都能够让咱们去配置 这个是深入进阶的课程 咱们今天不做讲解啊 好 咱们回来 网站生成完毕 是这样 网站咱们生成完毕之后 咱们要面临的是两个选择 什么选择 第一 加内容 第二 设计一下网站 对吧 用什么颜色呀 用什么布局呀 用什么主题呀 对不对 那咱们就先给他加一个主题 是这样啊 Hugle默认的给咱们提供了N多个的主题 在这个网址下 咱们可以访问一下 咱们到browse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是一个网址啊 跟我刚才给您拷贝的 一回事 对吧 大家请看 他默认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主题 都不错吗 对吧 再随便点一个 这个主题 demo一下 大家请看 像他这个Hugle工具 就能够让您快速的做出类似这样的网站 您不觉得很不错吗 对吧 很多很多主题 用哪个都可以 对吧 看起来也是很专业的样子 对不对 看一下 这是下载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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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载啊 Homepage 当然了 有一些个主题是要付费的 但是我看目前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好 咱们先少叙 我这次课程不想把它做得特别的复杂 所以说呢 我提前给您选了一个主题 哪个主题 就这个主题 咱们看一下啊 就这么一个主题 大家请看 咱们看一下他demo 咱们就做这么一个主题 行不行 也是看起来挺不错的样子 对不对 您做一个个人网站 做个个人博客 完全可以使用他们 对不对 而且他还是这个responsive 好吧 OK 那咱们就做他 怎么做 我先在当前咱们myweb下 大家请看 建一个主题的文件夹 马上开始 老规矩先清评 然后建一个主题文件夹 已经存在 已经存在 OK 没有问题 好 既然存在 那咱们干什么 大家看我这个命令 我要用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的话 我是从GitHub上面 去取得他最新的内容 然后把内容放到我当前目录下 主题文件夹下面的这个主题名下 好不好 用这个Git就能够搞定 有朋友说 你Git这个从哪获得的 这个很简单啊 因为他这个主题 默认就带 您看他这个网站 这不是他主题的这个主页 对不对 这个主页里面就给你写 如何去安装这个主题 对吧 我只会把这些内容 给您摘要出来 变成我的的课件 对吧 您可以对这个主题 做详细的设置 而且 它提供的每一个主题 提供任何主题 比如说您想用任何一个主题 它在这个主题介绍页里面 都会有详细的使用说明 甚至包括中文说明 对吧 详细的说明 所以说这个 用这个工具建站 我真的是非常的推荐 咱们先少去 马上开始 我直接从GitHub上面 去取的这个主题 然后存到我当前目录下的 主题文件夹下的 这个主题文件 好 试上 go 咱们大家都知道 我GitHub下来之后 它肯定带有很多 GitHub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 我通过这条命令 把GitHub的东西删掉 然后我统一来管理这个网站 我统一用Git 来管理当前 根目下的这个网站 对吧 而不是说 子主题网站 我专门用一个GitHub管理 不那样 好不好 OK 所以这条命令 就是干这个用的 接下来 干什么 大家请看 这个这行命令 非常重要 每一个主题都有一个 类似这样的命令 什么命令 就是说 把这个主题下面的 它的这个config的文件 拷贝覆盖到咱们当前 根目录下的这个主题文件 也就是说 我刚才改了这三行 白改了 对吧 一会咱们再改一遍吧 对吧 好 那咱们先复制 因为每个主题的配置内容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说一定要执行这个命令 好 试一下 够 完全可以了 清一下屏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编辑一下这个config 再看一下 没问题吧 那请看 这个为这个主题准备一些内容 都出来了 对不对 咱们可以再改吗 比如说这个地方 咱们叫zh 然后title 还叫我刚才那个小马视频 对吧 这都可以改了 没有问题 config video 然后这个网址 叫咱们的网址 没问题吧 OK 我给你举例子 存盘 OK 好 主题有了 然后干什么 编一下这个网页的默认声称模板 是这样 咱们有主题了 有颜色了 有图片 什么都有了 对吧 咱们该往里加内容了吧 再加内容之前 它会有一个内容做成模板 对吧 咱们先编辑一下这个内容做成模板 好不好 好 就这个命令 Go 大家请看 这个命令其实就几行内容嘛 我怎么编都行 对吧 比如说 我这里面加上一个这个 各种各样的语言测试 可以吧 加在下面 然后是不是草稿 这个加加日期 比如咱都可以去掉 然后咱还可以加各种各样tag 都可以 好不好 好 咱们存盘 那么 咱们这个主题模板文件 就算编辑完了 对吧 那么以后 咱们再生成新的页面的时候 它就会以这个内容 作为默认的内容 好不好 OK 因为它是模板文件 对不对 接下来 就很简单了 用什么 用这个Google New 然后去生成三个页面 马上开始 先生成一个 没问题 生成完之后 咱们去看一下它 这是它的绝对路径 大家请看 生成这个文件 是不是就是咱们模板文件里面的基础样式 只不过这地方被替换成了咱们现在的当前的文件名 页面名 对吧 OK 那咱们用同行的命令再生成两个 再来一个 到现在为止 说明什么 说明我的网站中已经有了三个页面 或者说三篇文章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要建立咱们的精彩网站了 怎么建立 很简单 清下评 直接瞧胡狗 就给咱们建立了 注意看 请看 给你咱们的标签设置 主题设置 它帮咱们生成了12个页面 生成了19个静态文件 因为还有分类 tag 标记 对吧 包括别名 包括网站的地图 都给咱们生成出来 好 咱们看一下 静态网站在什么地方 在public下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给咱们生成的网站 一行命令 统统的搞定 没有问题吧 非常没有问题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就看一下 咱们就访问一下 怎么访问 大家请看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说 我把我本地的静态 这个目录 作为web根目录 绑定到我本地的ip上 然后接受外围的访问 可以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 我现在这个ip是多少 稍等 因为我当时做客件的时候 那个ip是21 现在是多少 看一下 20 好 那怎么办 把这地方改成20 也就是说 我在本地开了一个服务 80开了一个服务 然后呢 让其他的网站 让其他的这个 主机可以访问到 好吧 咱们马上运行 我先清二屏 go 好 大家请看 咱们可以访问这个地方了吧 咱们就在我的浏览器 是这样 我现在用的是我本地的Linux 然后连着我的另外一台Linux server的服务器 这服务器的地址是20 我本地不是 对吧 但是呢 我本地开了一个browser 我这个地方去访问它 是可以访问到 对吧 怎么 没拷贝过来 再来一下 好 一回射 访问到了 大家看 这个commoview 这就是需要做作为条 然后这个图标 咱们都可以改 对吧 这些个portfolio 这些都可以改 这都是咱们可以自己一点点的设置 对吧 about没有 那是因为咱们没有 about页面 没有portfolio页面 有话都可以设置 包括这post一览 包括这个标签都可以设置 大家请看 包括这各种语言 都能看得到 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这个默认的主题 给人显示出来的样式 当然了 咱们还可以做更复杂的主题 做更复杂的样式 做这个文章的分类 做这个标签的分类 包括一些个动画的嵌入 包括一些个这个高量的嵌入 都没有问题 非常的方便 让您非常快速的 仅仅是集中于开发 马克当语法的配置 就能够快速的生成您的网站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方便 其实我以前用过一个类似的工具 叫做 那个 怎么念 这个怎么念 我不太会 反正叫这个名 Hexo 以前我是用这个 但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用虎狗 也是非常的不错 OK 这是大概虎狗这个工具的一些个基本的功能 其实它还有很多很多多如牛猫的功能 多到什么程度 大家请看 我给您简单这列出来 咱们看一下 主要功能 呼吸的主要功能 包括什么呢 大家请看 内容管理 包括组织 语法高量 内容格式 设置格式 短代码 内容章节 内容分类 布局 URL管理 菜单管理 还有菜单管理 静态文件 内容表 图片处理 都可以 还有这个模板定义 咱们可以定义各种各样的模板 同时它内部还给咱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函数 这函数干什么呢 比如说我想取最新文章的一栏表 对吧 有没有评论的一栏表等等 多如牛毛的函数 包括多如牛毛的变量 什么叫变量 比如说页面标题 比如说这个页面title 比如说这个页数 比如这个分类名 标签名 标签一栏 包括这个云标签等等等等 多如牛毛 同时还支持管道 支持这个CSS的编程 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插件 以及它的自动部署的功能 非常非常的全 有兴趣的朋友 换句话说 可能就是说我自己不喜欢 从头写博客 我就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 然后快速的能够出网站 出博客的话 我其实非常推荐您使用这个工具 可以试一下 对不对 OK 这个是大概今天给您分享的 Hugo建站的最基本的知识点 然后我的课程 这个课件都会放在GitHub上 以前放在Git 现在我都通通放在GitHub上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GitHub 取得我最新的课件的代码 都是没有问题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关于购源开发的Hugo 史上最快的建站工具 希望对您建站有所帮助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的进入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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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